部長好 華視提問 請問未來是否考慮開放民眾 自費 自費驗抗體 因為有專家認為民眾有資的 權利 建議中央建立檢驗抗體的標準 也作為追加第三劑疫苗的考量依據 請問指揮中心 怎麼看 謝謝 這個跟第三劑 因為在所謂的自費驗抗體 的這一部分 很難作為第三劑的參考 但是我們持續都會有一些監測跟實驗的計畫 國外的一些經驗 那專家的討論 比較會做第三劑 怎麼樣來施打的參考 然後第二個 我們禮拜三也會開一次的會議 醫療應變組會開一次應變的一次會議 對於相關抗體的檢驗的後續 做出一些相關的指引 讓大家可以醫學 另外剛剛部長你有提到 這禮拜三會開會 關於那個抗體檢驗的一個指引 意思是說之後會讓民眾 可以在診所做自費的檢測嗎 謝謝 那個只要相關合格的檢測 我們不會反對 不過相關在醫療法的規定 大家還是要依循 那所以我們做的指引是指於 就是說哪些情況 做 做完以後有一些要注意的 譬如你驗了陽性之後 那到底是 你打疫苗得到陽性 還是你染了疫變成陽性 這些其實有很多需要 在後續裡面需要去區分的工作 這些相關的行政作業 我們也請醫療應變組 把指引訂好 讓大家比較能夠依循